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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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上午好 好 感觉上好久没有回到家里来了 不过又看到爱香 又看到佩莹 其实佩莹在礼拜二才在北京一起聚会 爱香是爱香礼拜三从郑州回来 我礼拜三大约相同的时间 我去了郑州他回来 所以这样的往后 其实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感觉 好像就越来越接近 空间感是好像没有了 那么其实因为在世界上 我们的距离缩短 也希望我们不要应了世人的一些 这个让我们感伤的话 空间的距离越来越短 人心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那这是让人 活在这个世界里边的一种感伤 我们在教会里边 在我们自己的家里边 实在在这件事情上面是十分的可恭贺的 因为我们相对于世上所有的人而言 上帝在我们里边所做的工作 可以使我们心与心是彼此连接在一起的 这是神家的功用 那总之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呢? 有很最基本的一个观念是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 我们是神家中的人 这是我这一次特别到北京到郑州去和当地的弟兄姊妹分享的 那么刚才贵丹也和我们宣读了今年的年度异象 有神儿子知道永生 我们要和大家再一次的声明提醒的 就是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 我们还真的非常非常需要有神儿子的名 然后渐渐产生神儿子的生命 神儿子的荣耀 那么这个所谓的有神儿子知道永生 就是说这个神儿子的观念在我们里边形成一种知识 我们会有与世界上所有的人迥然不同的一种人格思想或者性情 那么我最近在借着直播的节目和大家在讲 讲这个中庸 我特别提到 其实中庸是中国的老祖先给我们非常非常好的 算是民族遗产吧 那么他和基督的道 其实基本上是相通的 只是那个道给我们教导的一些方法 给我们教导的一些知识 确实没有给我们方法 而主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 所以我们有了主耶稣才有正确的路 这个两者融合在一起 会使我们对于生命该怎么活 有更准确的知识 那么讲中庸嘛 开庄名誉第一句话就讲什么呢 天命之为性 我们花了一些时间 在说明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一个人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主角 但是如果人对自己的存在意义 价值感不够不高 那么就会随波逐流 就会在这个世界上顺随着环境 而过一些不得已的 或者是价值有限的生命 而这里边讲天命之为性 就是我们如果领受了天命 直到说 例如我们所讲的 我们是神的儿子 然后呢 我们要有永生 就是让我们活得好 活得超越 活得美好 活得荣耀 这样的生命特质 那么在我们的个性里边 在我们的思想里边 就会有与世人迥然不同的 一种超凡的美好的生命素质 存在于我们里边 所以我们知道 对于我们自己的个人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吧 你认为你是谁 你认为你应该活到什么程度 活到什么样子 但是人对自己没有办法肯定 所以除非我们认识神 然后上帝告诉我 你是我所宝贵 所珍惜的儿子 我要让你在今生得百倍 在来世得永生 我要让你进到永恒的荣耀里 那么你要勇敢的 努力的来得到 活出你自己的精彩来 得到你自己该有的荣耀来 人有这个盼望 和没有这个盼望 就产生截然不同的人生 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 所以这个叫天命 天命会 领受的天命 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存在 那使我们对于 从领受那一天开始 对于自己的意义和价值 产生了变化 那么今天我们有敬礼 然后我们看门口外面 大概他时间也感得很急 就有一个新的敬礼池要启用 其实这个我们已经 这个四华哥已经等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等候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圣经说神造万物 个案其实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 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 人不能参透 等候的价值 就在于在等候的过程里边 上帝会在我们里加入新的成分 新的植树 那我们这个外面的敬礼池 虽然在我的感觉不是完全的理想 但是至少他不会碍眼 看起来还不错吧 你感觉呢 那里有两块白色的石头 其实是写了两句话 一句话是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那这是从启示录上帝的计划 他到了一个阶段最荣美的状态 就是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 在城内的街道当中 有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我们住在这个崇尚城 对这句话应该特别有感觉 在城里会有一道生命河的水 那么从神汉高阳的宝座流出来 在河这边 河那边有生命树 结十二样果子 每个月都结果子 树上的叶子乃未医治万民 以后再没有咒诅 在城里有神汉高阳的宝座 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 要见他的面 也要见他的面 他的名字 必写在他们的头上 额上 不再有黑夜 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 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 他们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这是圣经给基督徒 一个最高最美的祝福 但是这生命河的水 出现在我们当中 我们就希望 我们每次看着他的时候 我们能够产生信念 我们能够造成信心 然后让我们能够懂得去智取 那么还有一个牌子 这个把它切在一起 就是说成为泉源 这个明亮如水晶的水 要成为泉源 使用到什么呢 永生 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 也就是贵丹带我们所念的经文 那么我希望我们对这样的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有概念 有感觉 那么今天我们要行敬礼 敬礼 其实我们受敬的就是施华哥 还有呢 柏里 柏里 柏里两位 那么这个两位 其实相较起来 人数是不是特别多了 因为上个礼拜天这个爱乡才跟我讲说 他们在郑州啊 刚刚为三十几个人施洗嘛 三十四个施洗 他们预备的非常丰富 然后我礼拜四 礼拜五到了郑州 他们那个慧民节 他们还在跟我提了好几次 那北京最近也施洗 每一次都好几十个 我们去好久好久一次 竟然只有两个 两位 那这个 这我们当然会觉得说 好像就以人数上面来讲有点吃亏 但是这个北京郑州的那弟兄姊妹 我们都不认识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具体是怎样的人 至少我是不认识 我不好花什么评语 但是我们从客观的道理可以这么说 其实人和人的价值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质量 对吧 所以这个 有些时候会借一个比喻来说 木炭和钻石 它的成分是一样的 都是炭元素 而一卡车的木炭啊 抵不上一颗拉的钻石 对吧 那个价钱价值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相信再经而不再多 我们今天知道 比方说施华哥和施华哥的家人一起来了 那施华哥成为一个在前前面引导的 这个投养啊 那我们相信全家的人 如果知道这个恩典是如何的美好 那么当然我们就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也不会失去这样的权力 我们相信 而且将来我会很相信 在施华哥的服饰之下 它将来会有很多很奇妙的果效 那么Perly其实我来因为语言不通 我都不太跟他讲话 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边 事实上你不要看这个远方来的一个小女孩啊 在我的感觉里边 他将来会有很奇妙的作为 师母跟我讲到一些Perly的事情 那么他跟弟兄姊妹有一些接触 其实我们在从前在历史上 有一个故事叫做封城三峡 听过吗 封城三峡讲的是这个李静 还有这个红福女 还有一个求然客 那求然客是把建立国家的托付 就转交给了李世民 然后做了一个宣告 说将来你在南方的某一个地方 如果听到有一件大事发生 那你就知道说那就是我干的事 那我会相信Perly 其实在我们这边 他认识了神 他将来也许有一天 你会听到在菲律宾 在某一些地方 有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上帝重用的人 那你就会知道说 这就是今天所要做的事情了 所以今天的敬礼在别人的眼中 也许认为是不大的事 但是大事小事 是在于你的信心和启示 如果一个村庄降生了一个伟人 改变了一个时代 在当日看那日是小事 后来就发现说那是大事 所以这个话在 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 我在北京和他们讲过这一段的经文 就是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所罗巴巴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 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你们就知道万军这些话 差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那么这是讲到有见殿的一位使徒 那么第十节这个几个字看不清楚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念 和我念一下好不好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的呢 这七言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辨查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现舵就欢喜 那这是讲到我们是在建立殿的根基 事实上我们的水池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元素还没有加进来 就是会有一个基石 那么上面写着这个磐石根基活水泉源 那我们相信我们虽然根基是看不见的 但是根基打得稳 将来所能够见的建筑物就高 就雄伟就美好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相信这是一个建殿的日子 然后上帝呢正在做奇妙的事 我们有信心 我们就能够领受 并且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的作为 所以我今天给大家的讲义 你可以看讲义就省得看不完整的字 所以我们正在建什么呢 殿的根基 在这个礼拜我也和北京的和郑州的 他们要跟我讲说一定要说和 现在中国道路已经不说汉了 我也和北京的和郑州的弟兄姊妹 来分享了建殿的事 这个事情在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想我们以后会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的更清楚一点 但是事实上我靠着主的恩典和和大家来做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宣告 或者是说我让大家能够真实的明白 我们这个时候所见的是极其荣耀的事情 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和启示 看见这殿将来的荣耀 生命和的水的恩典 那么就会让我们知道这是过于我们所求所想的 这在以福所书的第三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 请大家和我来宣读一下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但愿祂在教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 从今永永远远 阿们 这是我们可以唱成诗歌 但是我想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 而且我在北京也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信息 哈盖书的第二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 其实比较具体的就是第九节 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在于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你每次进到这个地方来 你如果有体会有感觉 那么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 跟你们讲一句很清楚的事情 是需要你查验的 而且渐渐在显明的 日常生活里 你只要跨到这个地方去 跨到那个地方去 要涉足于许许多多的场域 但是我可以靠着上帝的恩典 跟你讲一件很奇妙 而且很真实的事 你多跨进这个会堂一次 你就会多有一次的平安的感觉 我希望你常常进出的人 去感受一下 这种东西好像你接受了什么营养 或者接受了打了什么针 你如果用心去体会 它就有感觉 不用心体会 我们潮潮碎碎 我们就感觉不到 而这是我们在建立这个根基 不在于这个房屋 而在于主与我们同在 用爱来连结我们 使我们可以超越过客服了 许多我们在人生当中 所沾染的污秽 所碰触到的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而且因着神与我们同在 在爱里就在神里面 在上帝里面 祂就会给我们感受 那会给我们力量 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去证明的 不是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 多好的的磁场环境 好比说有一些地方 它如果有一些核子的 核子的污染物 像赤诺比的这个核电站 有这个核子污染 有一些地方它会有一些 垃圾的污染 对不对 那有一些地方说 他们会建立了一个 建立一个这个 这个手机的收花 收花信的接收站 那人们会觉得 会知道说 那里其实是有辐射 对人的身体 是有负面影响的 相对而言 你也要学习 什么是人在讲风水 其实风水它是一种 磁场灵的连结和凝聚 我今天本来没想讲这么多 但是我希望我们要珍惜 要了解 要真正的去体会 你是不是每次跨进来 和离去的时候 没有人来 没有人在 只是你来了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是敬拜的时候 有真理 又没有污秽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 磁场的存续 我今天不多讲这个 所以我们见的 实在不是外在的殿 而是我们就是神的殿 我们在尊礼里边 彼此相爱里边 很多事情就会 越来越具体 越明白 这是在哈盖书第二章 第九节 我们可以体会的 然后第七节 第八节 算是负赠品 Bonus 第七节说 我必震动万国 万国的珍宝 都必运来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是万君之耶和华说的 万君之耶和华说 银子是我的 金子也是我的 其实我们从来 不需要去担心 我们的财物 种种情形 因为在神的家 如果搞到缺钱 那就很奇怪了 证明神的儿女都很穷 或者是神的儿女都不爱她 或者的话 永远都会有 就有够用的资源 会供应在我们这里 所以顺便的把这些经文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不要看今天这日看起来不大的事情 其实它可能 至少我们说可能 可能是极伟大的事情的发展 而我们在建造人 就是现在在建造店 今天为石花哥 有位石花哥的全家 有位我们教会的每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正在我们的心灵生命思想和彼此相爱 这件事情上面正在天财天火 正在加入新的元素 这样说清楚吗?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的敬礼是有启示的 那么刚才这个贵丹带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 我们一开始讲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我们都知道她是撒玛利亚妇人 那么是耶稣跟她要水 那么她问她说你为什么跟我要 然后耶稣说你要跟我要活水 圣经我再慢慢再读吧 总而言之这里十一节讲到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那么耶稣在十四节就告诉她说 我所赐的水要在她的里头 就是喝的人里头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这个永生就是一种不一样的生命 而这里讲到的是全员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 叫做什么? 生命的全员 我们生命有人的生命向全员 能够不断地涌出爱 涌出滋润 涌出美好的元素 那么可以使我们有彼此供应的机会 那么在这所读的四节经文里 十一节说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你哪里来 你哪里得活水呢? 那么结果是这个妇人 她得了活水 当时她问这句话 其实她是一个渴望活水的人 活水和不是活水有什么差别呢? 她面对的是一个井 井里边有水 那井当然一般而言就是停滞的水 但是这里活水所讲的 不是我们化学元素常用的水 而是一种生命的水 所以这个妇人就提出一个质问 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和他的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水 难道你比他更大吗? 因为耶稣对他说我要给你活水 耶稣就回答说 还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说明不是这水 那么我们要借着这两节经文来说 赐下活水的主耶稣基督 而耶稣就承诺了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头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那这是我们今天所希望带给 无论是今天受尽的斯华哥 还是Purley 还是我们将来我们要在受尽的事项 领受更大恩典的 我们都可以认识 所以一个渴望活水的人 他是一个寻求永生者 平常的日子 他对那样的光景似乎还过得不错吧 但是有一种不满足 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形 就是他实在是在当下的情形活得很辛苦 他想要得到解决 想要得到改变 想要得到新的元素 这我刚刚讲的就是领受天命 但是环视有主的时候 我们讲寻求永生者的天命以及时候 那么当遇到主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到永生 这个永生的盼望是什么 然后你直接的体验是什么 当你领受了以后 那么你就会进入一种状态 我们如果按着一般的话 就叫做进入幸福的状态吧 进入快乐的状态 进入健康的状态 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美好形容词 但是进入永生是什么状态呢 我们领受了这个应许 要去实践 然后才会有好的体验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敬礼 要和大家讲 你要领受这个耶稣的活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 和受尽有什么关系呢 有什么关联呢 其实这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对吧 第四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到第四节 请大家和我念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 比约翰还多 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 乃是他的门徒施洗 他就离合 又往加利利去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这是耶稣去到那个井 虚加井那里去碰到 撒玛利亚妇人 他的背景 所以这里边讲到禁礼 这两者的属灵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 解释起来有点费事 我们只要有点印象 其实洗礼 它是一个触发这个场景 触发上帝这个应许 他的一个前提 那么这里我们只看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第四节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为什么必须经过 我们去过以色列我们就知道 其实耶稣如果要从犹大到加利利去 是有好几条路的 为什么必须呢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奇妙的悬疑 但其实也没有什么悬疑 就是他必须到那去见一个人 好比我如果是要到北京去 那么必须经过上海 是因为跟上海有一个人有一个约 那么在这里他跟谁约 跟这个叫做撒玛利亚妇人 要领受佛水的人约 为什么这个人需要约呢 那其实这就是这个人 这个妇人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所拣选的 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 如果我们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那么我们对于生命的价值和上帝的引导不明白 一个有天命的人 其实上帝在一切的事情都预备好了 士华哥我们会一起住在这里 然后一起去面对未来 在柏里上帝会把他带来 都不是偶然的 所以在以福所书第一章的第三节 第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的福分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所以我也可以让比方说士华哥的家人 还有我们这个三姐 我们在这里能够相聚 绝对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你要哪一天是被启示明白了 你会知道上帝预备的是怎样的恩典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到神的心意 领受那真实的恩典 这是我们希望大家理解的 所以为什么耶稣要去到叙迦那个城 要去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过去没有见过 但是这就是上帝在永恒里边的预备 那么这个人也许在别人眼中看起来 没有太大的重要性 但是在上帝的心中 他却是非常非常美好的key man 有他的很好的成分和属性 所以我们从这个当耶稣和撒玛利亚人见面以后 他们这个彼此有一些谈话 本来是耶稣跟他要水喝 结果谈到后来耶稣水也没喝成 那个妇人水也没打成 这个在28节就说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了 他要干嘛已经忘记了 那么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你们来看 有一个人将我说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然后众人就出城 往耶稣那里去了 那么这个跳过了一段 耶稣和他的门徒讲话 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呢 在39节到42节 那城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出来了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便对耶稣妇人说 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对你的话 是我们亲自听见了 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所以其实那样的相聚 后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耶稣的行程在那里 只留了两天 到底有多少人 他多少人后来信主 具体数字没讲 这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我们今天为两位示尽 我们相信将来他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 他是会造成很大的连续的祝福 我读圣经的时候 我常常很喜欢去思想 圣经曾经讲过的一个人 那后来的故事就没讲了 那到底后来这个人变成怎样 像有一部电影叫做巴拉巴 巴拉巴就讲到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换了一个人 叫巴拉巴 那后来那个人的故事 宾汉也是讲到圣经记载一下 那后来就历史 后来就去编了那个故事 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好的想象者小说家编剧家 你写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后来的故事 可能拍成电影会很精彩 那我们可以 因为圣经既然没写 就给你留很大的创作空间 你怎么想象就都好 只要不离福 但是其实一个人会被上帝拣选 比方说巴拉里会被上帝拣选 那这一定不是偶然的 他有他很好的原因 或者很好的性格 我们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其实我们看到她向城里边的人一说 那城里边的人就跟她出来 你要有这样的影响力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当然这个妇人在圣经 有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妇人 其实她在自己的生活状态里边 在当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我们来补看一下第四节 对不起第五节到第九节 这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序家 靠近雅各给她儿子约瑟的那块地 在那里有一口雅各井 耶稣因为走路困滑就坐在井边 那时约有五正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 就是耶稣跟她先要水喝 那时门徒进城去买食物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她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那这是历史故事 不过圣经有一个很奇妙的事 讲到另外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我们现在读撒玛利亚的 读圣经的时候 对撒玛利亚人都有好印象 那其实他们在信仰上面 是和犹太人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的生命状态 却是值得我们另外去思想的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华利亚人 很多的宗教 把宗教的事情弄得很僵硬的人 在上帝眼中那是被责备的人 有很多生活 他不是那么特别的敬虔严谨 但其实他是有爱的 有恩典的 这样的人反而是上帝所要的 这是我跟大家提的一个点 在教会里边长久以来 常常让人受苦的都是一些 律法 律法性很强 彼此伤害 彼此攻击的人 所以我们七月 可是要赶回来 还要邀一些人回来 参加我们的这个诗歌敬拜 那个诗歌敬拜 我们是要和艺人之家一起进行的 艺人之家那天 我们和他们的一位长老见面 那位长老以前在我们家里边聚会 那么他渐渐被人家肯定了 但到现在为止 今天小新杰和福哥没有在 他跟福哥是很好的朋友 那么他自己给自己爹的标签 叫做又喝酒又打牌的长老 但是我知道他们的情形 因为他们艺人 但他非常非常的有爱心 以至于他就感动人 信仰不是在教条 或者是这个门派里边 而是在爱和生活里 请你们记得这一点 所以撒玛利亚妇人 我们知道习安的信仰 就是你要去接待各种观念不一样的人 能够在一起彼此相爱 这才是上帝要的 我今天只能跟大家点到这里 然后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为什么中午去打紧很多解释圣经的人 就说因为他其实在当时 可能是被别人另眼看待 也就是说因为这个 耶稣说到十五节以下 妇人跟耶稣说 请把这水给我喝叫我不渴 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来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因为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了 现在还有的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那么那妇人说 我先生我认出 看出你是先知 我们的祖宗在这个山上敬拜 你们到处应该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我们来理解一下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是怎样的性格 解释圣经的人说这个人架了五个 那现在第六个没结婚 因此在那个时候 很多人就对他 有这个也许会看 会另眼看待会有意见 因此他们其实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一起打水是常常有的 但是他在那个时候 跟人家在一起恐怕会被批评 所以他就顶着大太阳 在那里才会见到耶稣 那总之这个人 这个妇人的名声不好 这是一般解释圣经这样看 但是我再说一次 凡是主所拣选的人 一定是有他非常非常美好的特质 或者不会被拣选 那这个妇人有什么特质 刚才我们看到他回到城里面去一架 大家就来了 这证明说其实对他 其实是有一定的信任以及尊重 也许平常看他这样子架了好几个 为什么有好几个呢 也许都死了 那也许有什么其他情形 没有说清楚 但是他对爱是有很大的渴望 对吗 所以其实这个人我们可以想象 他其实是被很多人珍惜的 我们说痛苦 觉得说这个人他生活的很可怜 那也许有些时候 你过度的去怜悯一个人 那个人也被你看得很难过 所以解释解释不清楚 干脆不见面吧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么至少他是一个支持的人 对吧 他爱面子要荣耀 然后他是一个良善的人 耶稣跟他讲 虽然种族不相近 他也愿意去帮助他 然后他还是一个敬拜神的人 他是很愿意好好的去爱神 好好的去敬拜神 而且他是一个充分的 耶稣跟他的对话 一讲他就懂 而且他是一个追求赏进的人 你可以在这里重新建立 对这个妇人的感觉吗 所以我再说一次 能够真信耶稣的 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本质 这不是我们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而是事实如此 那么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可默爱的人 有些人他愿意爱人 愿意跟人好好相处 但环境弄得他 其实心里边有爱 但是因为社会的眼目 种种的说法 以至于他爱不能够释放出去 那么心里边就堵住了 就没有一种生命的活水可以运行 这常常是被一些社会规范 环境所造成的影响 造成的堵塞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 其实这个 这个撒玛利亚夫人遇到耶稣 然后就进到一个美好的时刻 这里特别提到时候 在第二十三节 当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讨论了 这关于敬拜的事情 就说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了 而在第三十一节 就是撒玛利亚夫人进城的时间 这里叙述了一段状况 就是门徒买了饭食给耶稣 耶稣说我另外有吃的 不用吃了 那么耶稣讲了三十五节说的 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 我告诉你 举木看田 庄稼已经熟了 可以收割了 我们在大概二零一六年 我们的年度异象 讲到这样的事情 事实上我会相信 借着四华哥今天的洗礼 那么我相信 我们可以去宣告 收割的时候到了 耶稣怎么看收割的时候到了 根据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成熟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撒玛利亚夫人 跟他讲几句话就跑了 那这个有什么 这样的现象 有什么事情可以 让他们感觉说 让耶稣感觉并且宣告 在这段话讲什么 庄稼已经花白了 我给你们提的 一些资料 你可以感觉得到吗 当耶稣看到这个妇人 时候到了 他领受了火水 那么他可以去传了 这就是庄稼花白的日子 其实我跟你们讲这个信息 是里边是很高兴 很兴奋的 因为神所预定的时候 这个时机 以及庄稼收割的时候 我每次都讲的 时间都不太够 那么他们是领受的是 祖先传下来的传承 我们说 其实 为什么他们去领受 祖先给他的传统呢 水是每一个人的需要 那也是人生的需求 对吧 那么这个祖先的传承 常常他显现成为什么样的 上一辈的信仰 环境的信仰 信仰的目的是让人幸福 而不是要去咒诅人的 只是有一些传统的信仰 对人所产生的影响 不见得全部是好的 例如我在不久以前 看到一个电视上面的新闻报导 那讲到台南南昆森那里 有一个礼府千岁庙 为什么盖起来的呢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一家人 穷都活不下去 那么他们去拜那个偶像 那个偶像就告诉他说 你要做虾饼 那他们就是盖的那个妙妙 越来越大 他们一家人盖了虾饼 他们的经济环境就改善了 人有经济的需求 但是你经济的环境 经济的需求改善了 人就好了吗 我问得明白吗 我们除了生命需要吃 身体需要水 我们心灵也需要水的知人 也需要道、灵、爱的知人 所以祖先所传下来的 雅各吉那里所带给人的一种信仰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事实上即或是基督教徒 他仍然有祖先传下来的那种传承 那个是需要改变 需要加入新的元素 需要使他产生一种活的能力 运行在我们里面 他才有活用 才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好 想和大家表达的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传承 传承传传统的信仰 但当你遇到耶稣的时候 这个观念要改变 所以当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是不合传统的 然后耶稣回答说 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 那知道和你说给我水喝的 祂跟你要的是谁 你必早求祂 祂必早给你活水了 这关键不是要跟祂要 而是要给祂活水 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她是一个敬拜的人 所以碰到耶稣讲这个话 她第一点想到的是什么 想到的是 那我们过去这样礼拜 这样敬拜神 难道有错吗 难道要改变吗 那这我们讲到说 其实主所要给祂的是活水 这今天可能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讲得太细 但是我之前传给我们一些弟兄姐妹 一个短短的信息 其实蛮有用的 也就是我们讲到水 老子有一句话 就是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这是水的好特性 那有一篇文章 如果你们要的话 我可以设法转给你们 他讲水的三态 水有什么 气态、液态、固态 对不对 那么它产生七种的境界 第一种 它能够成冰 那冰的时候 非常坚固 这说明其实 当它需要坚固 可以很坚固 能够发成气 气是无形 而有力量的 你有看到水蒸汽 蒸汽火车 是我们这样来的 那么他们说 这能够聚财 聚气生财 那水能够洁净 他碰到一切的污秽的东西 就把它承受住了 去包容它 去净化它 那水能够变石 就是滴水穿石 而且水 这个石头的扔角 磨久了 它就圆了 这叫以柔克刚 水可上可下 你可以升到天上 可以下到最深的泉源 可以升天下海 象征水是能驱能生的 那水是给予的 水是供应传递一些美好的 所以我们善利万物 可以周继天下 那水能显能饮 当它成为洪流的时候 它就能够产生很大的力量 但是它也可以化为物器 它不存在 那么这是象征着 这工程可以生退 那就不显药不显掰 就是这样的水给我们的一个感觉 所以其实这是人们所说的 这是世界的水 但世界上的水 它其实它是给我们一个象征的 象征的意义 它带给人的就是一种人格的启示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人格启示 能不能有这样的性情呢? 如果你领受了火水 这就是生命的火水在我们里边 我们也许我们所能做的 是更超越过这个 常常接触到的水的种种的美好的状态 所以我们讲这个火水是我们的需要 但是却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供应 在第四章的第十一节 那里耶稣 这个妇人跟他讲说 我们从哪得到这个水呢? 那在十四节耶稣就说 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 就怎样? 永远不再渴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的哪里? 里头 要成为永生 要成为全员 要只永留到永生 我们信耶稣的人 你必须要有一种能力 有一种能量 叫做成为全员 只永到永生 感谢主 我没有别的例子 先借用一下 就是说我在礼拜四 在郑州 在郑州 我前一天晚上 跟他们讲了三个小时 那第二天就上午讲了四个小时 下午讲了四个小时 他们事后再说 这个牧师在那里讲那么久 坐在那个地方 一个老头子讲 那好像杯子也不需要动一下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喝水 是让我自己的思想能够有一些空间而已 当我们可以传递美好信息的时候 你里边就会有活水江河 你有同意吗? 一个人里面如果干 里面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 那么他要去传 就蛮艰难的 要讲什么都会很色 那如果里面有生命的活水 要在我们里面成为全员 只涌到永生 等一下我们到外面去 去看那几个字 你知道说我现在草字写的不好 但是这个字也还能够认得出来 你要知道 这就是主给我们的应许 我们要得着永生 但是我们得着 我们要会应用 我们需要能够理解 所得到的到底是什么 那么然后要去学习去应用它 其实这个永生到底是怎样一种成分 在我最近这些日子 常常有一些现象 就是在忙碌的过程当中 弟兄姊妹常常拿给我一些礼物 但非常非常亏欠的就是 人家拿给我 是我常常根本不知道 他是谁给我的 所以这样讲不知道以后 人家都不太愿意给我了 因为他给的时候太忙嘛 然后呢 这个放在那里也不知道他干嘛的 后来经过了有人跟我解释说 你这个真的不认识宝 它这个是什么样好的营养品 什么样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说你不讲我怎么知道 他有些还写写着外文的说明书 那我也没有时间去说明书 说了解 结果放着让自己身体难过 结果一喝了就好了 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明白吗 神给我们的活水 其实也有这样的意义和状态 主给我们的启示 已经预备了非常非常完美完全的祝福恩典 但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 所以我们就不会应用 那么以至于我们虽然领受了 却是抱着金换碗逃换 自己里面有最好的 而却是还在外面到处去找 看看有什么人 什么事可以帮助我们 我要讲的是 你如果领受活水 那你要在你里面成为全员 直涌到永生 这是我跟大家要一起来彼此勉励的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念一下好不好 十四节 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 要在他的里头成为全员 直涌到永生 我们不能让圣经的话放在那里 变成一些招牌或者变成一些广告词 我们要真真实实的领受 所以我们希望得着并且要认识 这个永生是什么呢 我们很熟的经文 约翰三章十六节就不用讲了 叫一些信他的 不致灭亡 缓得永生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讲道是你的认识 其实你已经有了 但是你要拿出来用 那就是要认识基督 要进入基督里 而今年我们的年度异象 再强调一下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 要叫你们怎样 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现在有没有永生 如果没有的话找我吧 我负责给你有好吗 一定要有 因为永生是什么呢 在北京我跟他们讲一句话 他们就拿来常常传递 永生就是活得好 跟我讲永生就是活得好 在今世我们就能够面对一切的问题 面对一些状况 有正确的理解方式 有正确的处理方式 并且有足够的恩典 使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理念 并且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做法 常常有一些人 他因为信是信了 信得这个有点走位了 好比说我刚刚所说的 很多人信在一些行为主义里边 他不是要改变自己的内在状况 而是要去希望能够得到外在的环境的变化 所以他里边没有改变的时候 他自己想要活好 就没有东西帮助他活好 那只好靠着外面的环境 那希望说让自己在不用改变的状况里边 也能够勉强的活下去 其实那种状况好不了 真正会好都是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对神的认识 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总之不要给自己难过 这是前提 让自己和别人处得好 这是第二件事情 这是第二简单的原理 所以我们了解 其实所谓的领受活水 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请和我再念一下 我很快就要讲完了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 要受圣灵说的 那时还没有降下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那这个讲的是水就是灵 耶稣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那我们里边有一种真实的观念 真实的信心 真实的信念 以至于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存是有价值的 而且也让我们知道 如何在什么样的环境里 使我们可以越过越真实 越过越美好 那这就是在教会里边 我们要一起成长 要一起更多的体会爱 运用爱 然后呢在爱中彼此建立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圣经所讲的都是这样的事 然后呢你还要让使自己在里边的信 能够有机会释放出去 传递出去 而这个释放和传递呢 基本上有两个途径 一个途径是借着我们的敬拜 敬拜赞美 一个途径呢 就是借着我们的分享 把神的爱见证出去 所以在这一段圣经的第21节到第24节 耶稣给这个撒玛利亚妇人 当她跟撒玛利亚妇人跟她要水喝 然后耶稣说 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 也不在耶路撒冷 不在于哪里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这知道是一个重点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那么其实这个犹太人所讲的以色列人 犹太这个字就是赞美 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 那真正拜父的 父就是我们生命的根源 我们去敬拜他 我们就是对永恒的存在 对生命的价值 有一种更深更深刻更真实的理解 然后拜是指着我们对于我们的存在 对于我们是 为什么称他为父 就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子 对吗 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 我们才有拜父的立场和动机 如果你要去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 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这个心灵就是我们的灵 灵要去认识他 诚实就是我们的真 在跟大家讲中庸的时候 就讲到你修道之位教怎么修道呢 两件事情一个叫做存存 让我们有真理存在我们里边 一个叫尽性 就是要把我们痛快的 把我们里边的爱 把我们里边的负担 把我们里边的感情释放出去 可以这是一种尽性的方式 所以我们要用灵就是形而上的存在 那灵和道是相通的 我们没有时间多讲了 和真 真就是什么是存在的真实来敬拜他 你越用灵越用真 灵和真在我们里边就越显明 那么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所以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 拜他 我想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呢 今天我们行禁礼 行禁礼是做一个宣告 我们所领受的不是外面的水 而是主耶稣成为活水 让我们涌流到永生 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耶稣 做了那一段时间的互相的接触 产生一个很怪异很奇妙的结果 要水的也没拿到水 打水的也没打到水 但是就知道说我们有活水泉源涌流了 这代表什么 思想里边生命里边才是真实的 然后在这一段24节以下 这25节说什么 妇人说 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 他来了必将这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耶稣说什么呢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我今天借用这句话 我相信你会有比较完整的概念 我今天在说谁的话 耶稣的话 不是这个传道人站在这里跟你说什么 而是上帝对你有启示 上帝对你有呼召 上帝知道我们在各样的光景里边 也许是人并不太认识我们 就像我们是撒玛利亚夫人 其实撒玛利亚夫人还有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不是很合适的状态 那就是其实他是得到大家的敬重的 但是他自己自我形象就弄得不太好了 他是一个追求爱 但是他是其实是有种种的优点的 但是需要被认识 需要耶稣基督爱他 需要有很多人爱他 那么将来我相信他在那个城里 在以后的人生 在天上 他都是一个极其荣耀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可以从主领受主的荣耀 和生命的信息 然后我们要借着敬拜 还有撒玛利亚夫人怎么流出火水的 他就跑到撒玛利亚城去 对不对 虚加城去 就跟他们讲了 就带来的一大群人来 但是爱就流通起来 就美好了 是不是这样呢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的 其实我们需要认识生命 需要活水的真理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不是需要什么呢 不是只是需要好喝的水 我最近靠着喝水 我是生活得很快乐 但是你更多的是需要什么 生命的活水 就是主的灵 主的道 然后我们要领受成为活水全员的呼召 不是我们得到 不是我们得到 就停住了 因为你如果不供应 他就堵住了 理解吗 所以必须要成为活水 他才能够释放出来 所以把这两句话 来宣告一下好不好 认识生命 需要活水的真理 领受成为活水全员的呼召